首先我要謝謝大家今天晚上抽空 來出席這次的參會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跟很多朋友在聊天 大家都在回憶他們過去參加借國團的點點滴滴 有人跟我講說 他牽的第一個女孩子的手就是在借國團發生的 馬英傑也跟我這樣講 我就問他我說那你在跟中美青結婚之前 到底簽過多少個女孩子 總而言之 這個借國團是我們過去年輕時代 大家共同擁有的美好的回憶 這個所以我重新回到借國團接主任以後 剛剛好是碰到借國團最困難的一段時期 受到政治上很大的壓力 那我算是救火隊了 回到借國團 重新一方面要面對外在環境 給我們很大的挑戰 另外一方面要帶著借國團轉型 只有借國團自己轉型 才能夠因應環境的變化 幾年下來 我想至少在台灣 社會各界 目前對於借國團 不分黨派都非常的肯定 而且對於我們過去這幾年所推動的工作的轉型 大家都非常的認同 那麼這次出來主要是希望把我們在海外的分會 重新建立起來 那我跑過幾個城市以後發現 借國團 參加過我們活動結業的人 好像遍布世界各地啊 因為我走到每一個城市 都有很多人跑來跟我講 說過去我參加過金戰營 橫湖戰鬥營 剛才有人說 參加過物色先鋒隊 一大堆一大堆的活動 也有人過去曾經做過借國團的服務員 包括魯拉拉 包括團糠等等 所以可以見 就是說過去借國團對國家 產生了巨大的貢獻 為國家培養了很多的人才 更重要的是在我們那幾個世代 我們談到借國團 我們都擁有一些共同的回憶 今天的年輕人 我覺得他們缺乏共同的回憶 所以我們希望 再為台灣的年輕人 創造他們共有的回憶 我也希望為年輕人重新造夢 以前我們說 今天我們為青年服務 明天青年為國家服務 過去借國團培養了很多年輕人 今天在台灣在海外 包括在台灣各黨各派 社會各界的精英 很多都是借國團培養出來的 他們現在確實都在為國家服務 那我們今年 我新增加了一個意念 就是說今天我們為青年造夢 明天青年為國家造夢 我們希望透過海外分會的成立 把台灣的年輕人帶出來 讓他們看看外面的世界 擴大他們的視野 增廣他們的見聞 李秀蓮在前年參加我們 借國團的大遊行的時候 他就講 因為他參加借國團的活動 擴大他的視野 增廣他的見聞 所以對他日後的生涯的發展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他對借國團非常感謝 雖然他是民進黨出生 在我們需要他來協助的時候 他都毫不猶豫的站出來 為借國團發聲 因此我們這次來 就是希望把海外的借國團的平台 把它建立起來 我們希望將來 把更多的台灣的年輕人 到達海外來參加海外的活動 讓他們去看看海外的這個世界 跟在台灣的世界有什麼不一樣 看看人家的優點 看看人家的缺點是什麼 想想自己的國家的優點是什麼 缺點是什麼 有一天當他有機會的時候 他能不能夠為國家造夢 讓這個國家 讓中華民國更進入 更發展 建立一個真正自由平等 均富 富強的中華民國 我想這個是我們的願景 也是我們的一個理想 所以今天早上 我們這個救濟山的朋友們 帶我去看那個 那個修蘭的那個地方的 青年的一個活動的場地 我想說台灣 不太容易找到這麼美的一個環境 雖然借國團的活動中心 號稱是台灣最美麗的景點 可是我看到這個修蘭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水上的活動 還有很多其他的戶外的活動 如果能夠把台灣的年輕人 多帶出來參加這個活動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相信對珍果他們的建築 擴大他們的視野有很大的幫助 這附近還有Stanford大學 朋友們今天也帶我去看個Google 坦白講 我自己都覺得學習很多 Apple的這個總部也在這兒 NVIDIA的總部也在這兒 如果我們能夠把台灣的年輕人帶來 黃仁星再接見一下 那我想他們終身難忘 所以我們希望做這些事情 這是為什麼我們這次到海外來 來辦這些活動 不過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其實這個一講完 很怕30分鐘已經不夠了 我們的朋友們希望我講講兩岸關係 我在台灣已經不太願意 做這個政治題目的演講 因為那邊的自由的尺寸 好像相對的在縮小 但是在海外 這個環境裡面 我想我們有更多的這個自由的空間 來談一談我們心中的想法 我不必擔心被網軍攻擊 我今天的題目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很簡單的把我的想法 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我今天談的就是兩岸關係的結與解 那個結是在哪裡 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大家都看到最近 兩岸關係其實更加的緊繃 這個在這個520之後 顯然那個就職演說是不太符合對岸的期盼 我的研判是 雙方一定有溝通的管道 可是這個管道 為什麼 演說完了以後 對岸就開始更大幅度 更大強度的精緣 軍事演習 大家也看到媒體的報導 這兩天才宣布 這個EGFA裡面有134項左右的台灣的產品 原來輸到大陸是免稅 現在這個關稅減量已經取消了 換句話講 這134項的產品輸到大陸 你要繳納更多的關稅 這個當然對台灣的這些產業 對台灣的這個外貿的出口 一定也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壓力 那兩岸關係為什麼在520之後 不但沒有獲得紓解 反而越來越緊張 對我再回想 在520之前 馬英九率來到大陸去 馬熙貴之後 大陸釋出了善意的信訊 說要讓大陸的人多到台灣來看看 也就是要開放 我之後 我們也有一個團體 也到大陸去 我們見的層次也都非常高 談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得到的訊息也是 覺得大陸 是開始在對台灣開放 那我想 他做這樣的政策 應該不是只有 因為馬英九去 才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應該也是對520之後的 台灣政局的發展 有一種期待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個期待是否是落空的 是失望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看起來 大陸對台灣的政策 又做了一些調整 使得兩岸關係 更加的緊張 那我覺得兩岸之間的結是什麼 第一個我覺得 就是認同的問題 這個今天我們在路上還在聊天 經國先生在台灣生前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在台灣生活了40多年 我既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這個其實是符合實事 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 可能我們都是中國人 因為我們的祖先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可是因為我們不是在台灣出生 就是在台灣生活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也算是台灣人 中國人跟台灣人本來不應該是兩個對立的概念 可是現在在台灣很明顯的 中國人跟台灣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 在大陸開完兩會之後 其實他們一直強調 兩岸之間只要能夠建立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這個意識 那兩岸關係這個結就可以結 換句話講 以前江澤民江八點也講過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只要我們是一家人 即使有很多政治上的不同的意見 這些分歧都可以放在一邊 一家人嘛 什麼事情都好談 因為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但是你們看到台灣的這個政治的氛圍 當馬英九去記住的時候 說閻黃子孫 就有人說這個閻黃子孫 是古代的傳說 換句話講 不承認是閻黃的子孫 那在這裡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兩岸既然不是一家人 兩岸既然都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兩岸的認同是分歧的 那你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就不是說一家人講一家話 那就是很多事情解決不了的時候 那就只好用其他比較強硬的手段 來講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結就是認同的問題 那這個認同的問題又涉及到 民族的認同跟國家的認同 其實是可以區分的 但是在台灣有些人就是把民族的認同 跟國家的認同故意的把它混掉在一起 當你是說中國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講中國人的時候 我們是講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人 我們都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我們都是閻黃子孫 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個系列的一個後代 可是有些人就會說你是中國人 你就認同中華民國 你就認同共黨的政權 把國家的認同 跟民族的認同 就混淆在一起 當我說我是中國人 並不表示我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政權 這是兩回事 可是當你把它混淆在一起的時候 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我坦白講有多少人搞得清楚 尤其台灣很多的老百姓 包括台灣的聯繫 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當你說你是中國人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個認同的問題 就會被你講得更加的複雜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台灣現在認同的問題 是一個非常大的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為認同的問題不同 所以台灣是對立的 也有人刻意的製造這個認同的衝突 我記得我們在大陸的時候 郭正亮也跟著我們一起去 郭正亮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其實現在的政府 將來一定會更加努力的去從事認同的運動 就是在搞認同 我想我也不必細說 從教科書的改變 去中化等等 它都是一個認同的運動 所以在我們之間 尤其是在台灣 它這個認同的分歧以及衝突 就被挑動的越來越嚴重 你在台灣的時候 你都不覺得是一家人 因為你說你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但是說你是親中 這個跟它不是一步 所以在這種情況 我覺得第一個解 就是民主認同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政治體制上的問題 政治體制上的問題就是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政體 大陸當然現在 一般我們還是在學術上 也稱它是一個威權的政體 民主的政體跟威權的政體 到底誰好誰壞 其實在學術上 都還是可以變動的 你如果問很多台灣的老百姓 你覺得蔣經國時期 那個時代比較好 還是現在這個時代比較好 可能每個人都打不一樣 可能在座很多人 剛剛說有人說 蔣經國那個時代比較好 那個時代不是威權政體 我記得前副先生說 他在美國接受PBS訪問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還有戒嚴 他跟美國人解釋說 台灣的戒嚴只有實施2.5% 美國人聽不懂 戒嚴就是戒嚴 怎麼實施2.5%的戒嚴 換句話講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那個時候 台灣老百姓很自由 對不對 你只要不犯法 你那個時候 在政治上 言論你只要不搞台獨運動 其實你都是 言論還某個程度來講 是蠻自由的 今天是不是一定比當時更自由更民主 恐怕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判斷 我的學生蘇宏達 他不過是批評了故宮的要藍簽的政策 他從歐洲開完會回到機場 電話 他太太打電話給他 你趕快回家 家裡發生事情 他很緊張 一個學者 發生什麼事情 警察在我家裡面 他也搞不清楚 警察怎麼跑他家裡面去 他太太說 你趕快回來就對了 他奔回家 兩個警察在家裡面等他 說上面要 要交代 要把他帶到警察局去問許 他說我犯了什麼法 他說因為 你批評故宮政策 藍簽的政策 這個是假消息 說他是假消息 要他到警察局去問許 好在他跟他太太對法律 還有點了解 你們有沒有搜索票 或者是軍票 警察說沒有 上面交代要我們來了 他說你沒有這些搜索票 沒有這些東西 我不能跟你走 警察也搞得清楚 警察的法律常識也沒有那麼豐富 他就說 哦真的 好好好 那我們回去下次再來 過了一禮拜 又來了 就帶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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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發的那個 射索票 就把他帶到警察局問許 問許完了以後 檢察官居然就起訴他 但是法官後來判無罪 一個學者 一個學者 對一個公共政策 做一個評論 居然會被警察來插水錶 然後檢察官去問許他 所以你要問到底哪一個時代比較好 可能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不是真的自由民主 如果真的是自由民主 那我認為那是一個好的制度 美國是不是一個真的自由民主 各位在這邊生活很多年 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 不是民主不好 是你這個國家實行的民主 是不是真的自由民主 美國有一個學者 很多年前就寫過 我還在教書的時候 甚至我還在念書的時候 就讀過這本書 書名就叫做 Democracy for the few 少數人的民主 你覺得今天美國的民主 是多數人的民主 你覺得台灣今天的民主 是少數人的民主 還是多數人的民主 以前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多數的時候 他的立法委員 有一些都公開的在看 說做立法委員 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權利 都是上面少數人的權利 所以即使執政黨 他是立法行政全部都掌握 可是你覺得真的是 多數人在制定政策 不是 少數人在決定 那這樣的民主 是不是一定會比 蔣經國那個時期呢 威權體制要一定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疑問 假如今天我們拿大陸的威權體制 跟自由民主的體制比 我們當然會優先選擇自由民主的體制 我們會覺得台灣的民主體制 當然要優於大陸 可是前提是 你這個民主體制 是不是真的自由民主體制 這些年來我在救國團 以前我都覺得 至少司法應該是要獨立公正的 老百姓權益受到損害 他最後的救濟的管道就是司法 可是在救國團的這個案子裡面 我強烈的感受到 我對這個司法的公正 是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因為他很容易受到政治的影響 救國團成立的時候是隸屬於國防部 連法院過去法院都早就認定 救國團成立的時候是政府組織 政府組織怎麼會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黨產會根本不在乎 你有沒有證據 他說是 你就是 他說你就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所以我要控制你的財產 那 你說這個是民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我們說 我們跟大陸之爭 是體制之爭的事 就是我們認為我們比大陸的 體制要自由民主要好 前提是台灣真的必須要自由民主的體制 威權的體制有它的優敵 台灣過去在蔣經國時期那個威權體制 國家建設發展得非常快 我們這批人80年代願意回國 都是因為在台灣看到了希望 覺得這個國家不停的在往前進步 我們沒有留在美國 我們都回到了台灣 從90年代之後 我們看到台灣一直往上升以後 開始慢慢的再下降 現在落後很多國家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體制之爭 自由民主跟威權的體制之爭 並不保證自由民主一定要比威權好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實施自由民主的體制 才能夠把台灣的老百姓團結在一起 所以我每次聽台灣的總統在發表談話的時候 我們要團結 大家一致對外 你自己在拼命在鬥爭內部的時候 你怎麼在團結內部 所以我剛剛講的 體制之爭也是兩岸關係的一個結 你現在說台灣比大陸好 很多老百姓可能感受不見得是這樣子 你現在說台灣比大陸好 很多台灣的老百姓感覺也不一定是這樣 美國有一個學者叫做 Thomas Friedman寫的一本書 書名叫做 Use to be us 這本書是講 台灣把它翻成我們輝煌過 我們曾經 美國曾經輝煌過 他在這裡面就提到 他到大陸去開會 到天津去開會 他從DC上飛機 經過一個電伏梯 那個電伏梯故障在維修 他拖著那個 因為要去一個多禮拜 拖著笨重的洗米 扛上那個樓梯上面去 飛機到了北京 他坐磁浮列車 很快到了天津 他在那個世貿會館開會 哇 他說這個世貿會館 蓋得又大 又金幣會館 很漂亮 他就問那個世貿會館的 這個負責人說 你們蓋了多久蓋好 那個負責人跟他講 我們蓋了一點多 他想 天哪 這麼大一個大陸 那個規模 那個規模 比我們台北的那個世貿會館要大多 蓋得又漂亮 一連多就蓋完了 好啦 他開完會 一個多禮拜開完會 回到這個美國 在DC機場下飛機 他看到那個電伏梯還在修 一個多禮拜 他就問那個維修公司的經理 請問你們這是什麼時候要修好 他說我們大概六個月才能修好 一個電伏梯還六個月 他就很感慨 很感慨講了幾句話 他說我們 我們美國曾經揮煌過 美國在建國的時候 老百姓多麼的努力奮鬥 曾經揮煌過 他覺得現在落後人家還很多 所以即使是美國人 去看中國大陸的時候 是不是中國大陸比你進步還是落後 可能每一個人也有不同的評步 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講這些例子 是給我們自己一個警惕 我們不一定比別人優越 雖然我們也不一定比別人落後 可是我們有很多地方 自己要檢討要進步 不要自己陷入一個民視 我們還比別人優越 這樣子會阻害台灣的進步 跟發展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 第二個節 第三個節是什麼 就是台灣到底要扮演什麼角色 尤其是在美中爭霸的時候 你台灣要扮演什麼角色 現在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在扮演一個棋子的角色 以前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美中台三角關係 對台灣最有利的是 在美中台三角關係當中 台灣要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 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 當你去扮演一個棋子的角色 你們也知道 你們也知道 這個執政黨 有些人就曾經講過 我們的政策 就是要抱美國人的大腿 這個就是一個棋子的角色 當美中發生衝突的時候 你是扮演這個棋子的角色 你最後被犧牲的還是沒有 烏克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烏克蘭也是一個棋子的角色 這兩天我們看到新聞 美國已經把F-16的戰機 送給了烏克蘭 因為怕烏克蘭失敗 歐盟也允許 有一些國家允許他們 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可以攻打俄羅斯的本土 包括飛彈 那這個戰爭會擴大 擴大俄羅斯也一定不會想輸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俄羅斯原來打的是 有限度的戰爭 他只要把烏東地區佔領就好 他並沒有想打到基輔 什麼等等 可是如果美國跟歐盟的政策 做了改變 不排除引起烏克蘭攻擊俄羅斯本土 的時候 俄羅斯的反應一定會非常的強烈 他可能也會不排除攻擊歐洲 甚至於不排除動用核子武器 因為他為了生存 那你如果美國跟歐洲 允許烏克蘭用西方的武器 打到俄羅斯本土的時候 俄羅斯為了自己的生存 一定會強烈的做復原 那這個當然對世界來講 一定是一個悲劇 可是各位看到的是 不管那個怎麼發生 烏克蘭作為一個棋子 今天已經嚴重的遭受到的損失 老百姓死亡的死亡 逃亡的逃亡 國家被摧毀的 像一個廢墟一樣 台灣是不是也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在美中爭霸的過程裡面 很明顯地去扮演一個棋子的角色 最後 受傷殘莊的 可能也是 也是我們台灣的意思 我想最後另外一個 一個結就是 我們都希望這個 兩岸能夠走向和平發展的道理 誰希望兩岸打仗 史上最慘重的恐怕 還是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各位在台灣可能都還有人親戚 我們在台灣 坦白講 我逃也逃不掉了 我只能以台灣共存亡 可是史上最慘重的 一定是台灣的老百姓 所以沒有人希望這個戰爭會發生 可是你去問 你去問 這個 大陸的老百姓 我相信在馬英九執政的八點 你去問大陸的老百姓 大部分大陸的老百姓會跟你講 我們願意跟台灣和平相處 我們也不願意打仗 可是今天如果你去問大陸的老百姓 可能大陸的老百姓 很多人的反應會跟馬英九的八點和台灣一樣 因為最近過去這八點 再加上大陸內部的宣傳 很多大陸的老百姓開始對台灣產生反感 因為你台灣對他有敵意 這個敵意是 是像一個 有一個螺旋的 循環的效果 你恨別人 你去訴諸仇恨 別人當然也會恨你 也會訴諸仇恨 這樣子惡序新冠的結果 總有一天要兵嚴相見 很多人問我說 現在這個大陸不停的軍演 會不會打仗 我說會不會打仗 當然有很多因素 這個戰爭的發生 常常是在 有一個導火線發生 就發生 可是從軍事的觀念來看 大陸現在不停的軍演 其實說明了一件事情 它已經在從事戰爭的準備 戰爭不是說我明天要打 我才開始調動軍隊 要開始打仗 不是 戰爭的前面要做很多的準備 俄羅斯要打之前也做了很多的準備 包括部隊的跳動軍事演習等等 大陸現在做的不是一事 就是這一回事 所以一旦有什麼導火線發生的時候 誰也不知道戰爭什麼時候會發生 這裡面回到就是我剛剛講的 兩岸之間的一個結 到底是要和還是要戰 這個選擇恐怕是在台灣這邊 所扮演的角色要比大陸來打 大陸不想打 當然不願意打 打了他也要受損失 所以最後得利的就是美國 美國就是要把大陸壓下來 這個是涉及到全世界的霸權之爭 霸權之爭又涉及到全世界的 這個世界秩序的規則 誰來制定 我跟美國人以前開過很多社會 美國人講得很清楚 我們絕不容許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國家 來挑戰我們老大的地位 這就是霸權之爭 蘇聯過去被打倒了 日本在80年代 因為經濟上快要超越美國 也被美國打下來了 用很多的方法 這些方法現在都在對手 中國大陸有被釋放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 我剛才講 對台灣來講 你是要選擇和平 還是要選擇戰爭 如果你要選擇和平 我常常講 就最低限度 不要去踩交到紅線 就像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 俄羅斯就認為烏克蘭已經踩了他的紅線 俄羅斯過去多少年講說 希望北歐不要 現在東闊 因為東歐這些全共產國家都在他的周邊 這些國家都加入了北約 北約是一個軍事組織 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就會產生嚴重危險 最後 那麼多的國家都加入北約 他說我的底線 他講得清楚 我的底線就是烏克蘭 絕不能加入北約 因為烏克蘭就在他的門口 如果烏克蘭都加入了北約 那就意味著北約的軍事力量跟美國的軍事力量 就擺在俄羅斯的門口 你會容忍 你不會容忍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底線 後來他覺得這個底線已經被打破了 所以他必須要下去行動 台灣也是一樣 你不要去碰觸到大陸的底線 大陸的底線很簡單 就是你不要去搞台獨 但什麼叫搞台獨 那是一個好像 也不是每一個都很清楚的 對不對 可是520的那個演說 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們知道大家要建立一個台灣偉大的國家 台灣偉大的國家 你不要以為大陸聽不懂 對大陸來講那個訊息就很清楚了 所以520演說之後 大陸的反應就是非常的強烈 也就是說 他認為台灣的選擇 不是選擇合體 是要選擇戰爭 我想簡單的講 這個這幾個就是 我覺得兩岸關係的結 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要來自些吃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當我爸上面的結講出來以後 其實這個結我覺得也就很簡單 第一個 在民族認同之上 我覺得 就回到事實 台灣的絕大多數人 我們的祖先都是從中國大陸過來 所以我們的祖先 都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我們說中國人 就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 並不為過我們本來也是中國人 就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看 我們國家現在名字還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不就叫中國嗎 我們從來沒有否認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我們是中國人又是不對 你的英文就叫 Republic of China 你翻成這個 根據你的國民來翻 你就是Chinese 但是我們講的Chinese是中華民 我們認同的是中華民國的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國民 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國家認同跟民族認同 就是中華民族 就是中華民族 如果這個在台灣能夠建立共識 台灣內部的分歧 你認同的對抗 就不會那麼嚴重 這個 其實美國也有認同的問題 美國在911之前 認同的問題比較小 911之後 你看到那個阿拉伯的後裏 在美國明顯的受到歧視 明顯受到歧視 哈佛大學有一個叫做 叫做Hunking 現在已經過世了 他寫過一本書 他寫過一本書 書名就叫做 Who are we 我們是誰 次標題就是 這個 Challenges to American 這個 對美國認同的挑戰 在911之前 美國境內 大概都以美國人為榮 但911之後 突然 發生說 這個 原來在美國國土之內 還有阿拉伯的後裔 還有亞洲的後裔 還有亞洲的後裔 有拉丁美洲的後裔 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理由 來挑戰 來挑戰這個美國的任何 現在美國的移民的問題更加的嚴重 移民的問題更加的嚴重 所以對美國的這個認同 所以對美國的這個認同 挑戰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我再回到 台灣的問題 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還是不斷地說 台灣人是藍島民主 你知道有人說 台灣是藍島民主 對啊 不是漢族 也不是中華民族 也有人說 這個台灣人是 你知道台灣現在內部有很多的 日本的後裔 那是認同日本大和平主 當然也有一些人主張說 台灣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州 認同美國人要做美國人 對不對 所以我簡單的描述一下 你就知道 其實台灣的認同的問題 是蠻複雜的 那我覺得就是領導人 不管誰來做中華民族的領導人 對這個任同的問題 都應該要有一個固定的理解 就是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不然你至少講我們是華人 對不對 中華民族華人 也可以 有些民進黨人就跟我講 他說我們華人可以接受 你秀的也講華人 那我就問這些民進黨的朋友 我說你這個意見在民進黨裡面是多數還是少數 他就不敢講 就不敢講 所以台灣是一個沒有共識 尤其是在認同上面沒有共識 嚴重分歧的國家 而這個沒有共識認同的分歧 是政治人物所造成的 是為了選票的利益 刻意在製造認同的分歧 然後把台灣的老百姓分成你們我們 來獲得選票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這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台灣的政治人物 不要用這個認同的問題來獲得自己的利益 就好像過去吧 美國的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從來不會去挑撥種族的情緒 不會去挑撥黑人白人的問題 所以以前美國的種族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現在你在美國也看到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 會操縱那個種族的情緒 所以美國的社會現在也是一個嚴重分歧的社會 第二個我覺得這個解 就是說和平如果是大家的共識 那這個和平要回到九二共識一中的 民進黨現在聽不進去 可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政治的策略 是台灣一個很好的戰略選擇 當你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其實就表示說兩岸即使是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暫時擱置政府 對不對 我講一中各表的時候 我講九二共識的時候 一中就是我講我的中華民國 你講你的中華人民共和 我雖然不承認你 但我也不否定互相尊重你 彼此先 我這次在大陸開會的時候 我在政協跟他們講 我說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非常重要的兩岸的不同的交往的基礎 可是我說九二共識 今天在台灣幾乎已經被摧毀殆盡了 我認為大陸要負責 我說因為當我們講九二共識的時候 你現在已經把它完全詮釋成 就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我說你講九二共識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是一中各表 可這個一中變成 你只能 這個一中只能你能表述 我不能表述 我講中華民國的時候你是否定 對不對 大陸的朋友到台灣來 一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 中華民國的一些象徵的東西 他就要求你拿掉 或者他就賞掉 你們還記得交人和的女兒叫張什麼 在英國演唱的時候 應該是台灣的場子 劉學生給他一個國旗 他在台上把國旗把它伸展開來 大陸的學人大陸的劉學生在場 就抗議 我就講給大陸的高層 我說你抗議什麼 這是我們的場子 我們的場子 我們表述中華民國是一中 你不同意至少尊重 對不對 你至少尊重 我說我們到大陸去 看到你們的國旗 你們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也不會去否定 也不會撒掉 尊重 這樣我是客人 我就尊重 我說如果大家互相尊重 你讓中華民國還能夠存在的這個事實 某種程度大家有默契地接受 中華民國是兩岸最重要的聯解 我說當你把中華民國都否定 讓它消失的時候 最後就剩下台灣了 那不是台灣人的意思 台獨的意思 就慢慢出現了 所以我說你們要服刑之外 習近平跟馬英九這次的會面 我認為是一個正面的訊息 馬英九雖然是用 口誤的方式表述了中華民國 但我不曉得他這個口誤 是他自己真的口誤 還是說雙方有個默契 至少習近平面對他講中華民國的時候 他是一個包容的寬儒的態度 沒有說馬上面弄這個生氣的面容 也沒有說直接的去反駁或者是否定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兩岸關係 我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孟子講過一句話 以大是小要以人 以小是大要以智 我在大陸照樣講給他們一句 我說今天你們大我們小 你們跟我們相處 你要用人人愛的人 所以你要用寬容的態度 來包容台灣跟你的情緒 你要用關愛的態度 來促進兩岸的交流發展 你要關心台灣的同胞 台灣發生花雷大地震 你就要趕快表示關懷 台灣發生什麼重大天然人物 你就要來協助 盡量協助 多做這樣的事情 台灣的農產品賣不出去 賣得不好 你就多收購 久而久之 台灣的老百姓 會感覺到你的善良 所以你大陸以大思想 要多用一些仁愛的胸懷 來對待台灣 台灣是以小事大 以小事大要有智慧 你不要老是挑釁別人 不要老是在試探別人的底線 紅線在哪裡 不停的往前走 不停的刺 對大陸來講 你需要割香草 一步一步切 一步一步切 切到最後 就已經切到那個紅線裡面 我們以前跟大陸的這些智庫也有什麼 官員也有什麼 談話 開會 他們常常講這句話 我們也不想打仗 現在大陸老百姓生活 生活得好好的 你覺得他想打仗嗎 他說但是你們不要逼我的狗急跳牆 你不要逼他狗急跳牆 其實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踩到我的紅線 你踩到我的紅線 你就逼我不得不反 所以 我覺得台灣 現在的這個執政黨 領導 對於九二故事一中各表 應該要善於應用這個 一個戰略的模糊 大陸不見得承認 九二故事一中各表 但是雙方如果有善意就像馬英的事情 有善意的時候 他就會默認 默舉 九二故事就是一中各表 但是雙方沒有信任的時候 他如果承認九二故事就是一中各表 你表達到最後 表達成一中一台 他怎麼辦 所以雙方都要用同理心去思考對方的立場 互相尊重 互相暴露 大的對小的要善加對待 小的對待對大的要有智慧 不要常常去刺激別人 挑釁別人 這樣子兩岸才能在和平的基礎之上 加強交流 互助合作 這個對雙方才能產生一個雙云的見面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簡單地跟各位報告到這邊 請大家指教 謝謝各位